注意看 眼前这架木制飞机正要降落在田梗上 它就是全球首款双座小马Mini Max 由国内自制飞机大神朱世泉 自行研发 设计 制造 试飞 直接一条龙全包了 那么它的性能究竟怎么样呢 今天就跟着雪龙来揭秘 飞机拳击由航空木材制作而成 外面在由热缩部完成蒙皮 也许你会觉得木头飞机不够结实 但它其实是一款安全性能很高的飞机 设计和制作都通过严格的标准和测试 并且保持着优秀的安全飞行记录 双座版在原来Mini Max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座位 让你可以和搭档一起分享飞行的快乐和惊喜 飞机的翼展9米 长度6米 最大飞行速度150公里 飞机巡航速度120公里 试速速度60公里 优秀的短距起降性能 甚至可以让你在田梗上起降 让你可以更随心所欲地选择飞行场地 而如果说起它的制作难度 需要的也只是一些基本的木工工具 在家里或者车库就可以完成 油耗和维护成本也是很低 让你可以省下更多的钱 用在飞行上 带上你的搭档 感受风的轻浮 云的柔软 如果屏幕前的你不爱动手也没关系 直接买一架 机翼可以很方便拆下拖脑 如果你觉得敞篷风太大 其实飞机也可以加上的坐舱杆 比如像这样 有没有好看些 最后请粉丝们坐在前排 看看大神如何起飞 有没有很羡慕呢 找大神定做一架呗 长按点赞加关注 下期更精彩